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所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知法守法据理力争 昨天我在节目里面介绍过 在El Monte城市发生的一宗重大的枪击案 两名警察被开枪打死 El Monte是在我们华人密集地区里面的中央城市 在这个中心城市里面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重大的枪击案呢 今天我会跟大家强势解读 El Monte城市里面的治安问题 并且还有这个枪手嫌疑犯的背景 让我们知道的话 究竟这样的悲剧怎么样子才能够避免发生 不过首先我们看一下 是全美各地的一些重大法律新闻 首先国会今天还是继续在听证 举办了第三场的1月6号国会暴动的听证会 在今天的听证会里面 出场的主角是包括 Mike Pence副总统相关的人士 他的律师 他的心边的人 怎么样子来想办法 这个履行他的职责 以后认证了各州的总统选举投票 当时今天出庭的包括了Mike Pence的律师 还有一个退休法官可以证实 Mike Pence没有这个权力来否决各州的选举结果 所以同样的这个部分里面也可以从这些证人里面可以显示出来 他说川普总统明知道副总统没有办法来否决选举的结果 但是但是总统还是不断的来给这个给副总统压力 要求他在这个他作为一个议会的主席 他可以否决 并且华盛顿邮报也特别报道到 这个大法官的太太Jeannie Palmas 也不断的跟John Eastman 也是在南加州做宪法的教授来通话 他说所以这个部分会给他很大的压力 说你有这个权力可以否决的 John Eastman他现在已经被这个大学开除了 同时在加州的律师工会也开一次吊销他的执照的听证会 当然Jeannie Thomas 她是Clain Thomas大法官的太太 她也是在九位大法官里边 虽然Thomas法官是黑人 但是她永远都是属于最保守的大法官 Jeannie Thomas是一个白人律师 她现在在一个保守派的机构 这个政治游说团体里边 她做主席 也是她在这个1月6号的时候 根据报道 她是不断的跟Eisman来联络 以后希望的话能够从法律的角度 给这个给川普提供一些可以推翻选举结果的法律依据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可以看得出 现在很多这些案子的话目标听证会的话 这指向怎么样子想办法刑事起诉川普总统 当然昨天拜登总统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 来保护LGBTQ的权利 这个是同性恋 异性恋 双性恋 变性恋 这些人的话他说他这个行政命令就是任为 针对佛勒尔以达州所通过正在推行的 这个Don't Say Gay 因为他禁止9岁以下的这个学校 禁止学校向9岁以下的 这个小孩子提供性教育 因为这性教育往往就是说同性恋是OK的 以后双性恋一些OK的 这个变性恋也是OK的 所以的话但是的话这个佛勒尔以达州是保守州 他已经通过不允许学校在学校的这个课程里面提供性教育 当然这个拜登政府 透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他这个禁止对同性恋 或者是因为性取向不同的人士一些区别的一些 这些这个歧视的行为 这项行政命令还特别指还选择了 选择了现在目前就很多地方提供了所谓的性取向 这个辅导课程 所以有现在很多州 如果是认为自己的小孩子有一些同性恋的倾向 他可以透过心理医生来进行辅导 让他短正他的性取向 让他返回正常的性取向 这个部分的话 他那个联邦政府 他只能是代表这个政府 联邦政府进行选择 因为要像加州一样禁止这类的 这个加州已经在十年以前 禁止心理医生提供这些性取向辅导的课程 他要在联邦层次禁止的话 他必须要透过立法程序 立法程序在这个众议院 虽然会通过 但是参议院保守派居多 要通过任何一个法案 他都要争取到60票的参议院支持 在目前民主党只有50票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只能是透过行政命令进行选择 没有真正的法律依据 不过呢 这个司法部不一样 针对这些仇恨犯罪 昨天已经宣布在水牛城枪杀案里边 他们会以联邦仇恨犯罪 这个罪名指控 在上个月 这名枪杀了10名黑人的枪手 Penten Gendron 这个18岁的小孩子 他是从纽约的区里边的话 开车到了水牛城 以后进行了观察 以后在这个Tops Market里边的话 就进行了滥杀 以后导致10名黑人死亡的案件 现在司法部已经接手这个案件 当然因为枪杞案 他可以在纽约进行 让纽约的检察长进行起诉 不过这个在联邦里边 他因为是仇恨犯罪 侵犯人权 他罪告可以要求到死刑 所以话现在司法部 已经是将这个案子 在联邦进行起诉 并且有可能会追求死刑 罪告法院昨天 有两项重大的裁决 第一项裁决里边 就是在移民政策的部分 移民政策的话 首先是这个共和党的检察长 是在Arizona州 他告了拜登政府 他说你在这个取消了移民局的 这个做法的话是不恰当的 这个案子的话牵涉到这个民众 申请绿卡跟申请公民的时候 川普总统他规定 如果你成为要申请绿卡和公民 以后你申请了政府的福利 那对不起你的申请我们没办法接受 为什么话 移民法里边规定 你要申请绿卡或者是申请公民 你必须要证实你不会成为我们的公共负担 所以你必须要有担保人 你的亲属移民肯定要求 你如果是保证 你不会来美国成为政府的负担 领政府的福利 所以这个法案的话 在川普总统的时候 他规定你必须要提供资料 你没有领到政府的福利 没有成为政府的公共负担 这个的话导致很多 大概有5%的人申请绿卡 申请公民的时候都遇到了困难 因为他们在美国拘留的时候 拿到了绿卡 但是他有可能申请到一些政府的救治 所以的话这个部分 拜登上台之后 他马上取消了这项规定 他不再要求申请人 在申请绿卡 在申请公民的时候提供资料 他说并且将很多计划的话 包括Food Stamp 食物券 还有一些医疗保险 都不列为政府的负担 政府的救治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共和党的检察长说 那不公平 因为法律就是法律 你基本上的话 移民局在执法的时候 你就应该遵守 国会已经通过的法律 所有这些人必须提供证实 他没有领政府的救治 所以这个案件里边 告到了最高法院 因为共和党的检察长 要求你必须恢复 这些申请人必须提供资料 证实他没有领政府福利 而最高法院的话 他不接受 他说拜登政府有权利 在执法的时候 这是行政法 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不过来说 这个票数里边的话 也是表示说 现在拜登政府 不要求民众提供 他们不是政府负担的 没有领政府福利的 这些做法的话是合法的 不过 最高法院里边 大法官也提醒 将来如果你拜登总统 拜登政府要收政 要改变以前政府的规定 你必须要按照行政程序来说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向联邦公告里边的话 去公布 以后有90天的收支民意 以后这样子的进行 不能够一上台 马上就取消了 你必须要有这个行政程序 才能取消 所以这个裁决里边的话 对拜登政府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对很多要申请绿卡 公民的人士来说 也是个好消息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很多民众在过去申请绿卡的时候 申请公民的时候 都担心 我曾经领过政府的 这些实务券 或者是他的健保 会不会影响到身份 都有这个顾虑 但是最高法院的裁决 就是说授权了 这个拜登政府 他还是可以继续推动他的政策的 另外一个案件的话 就是究竟印第安的 这个土著人 这印第安 他们的 这个在他的地区里边 经营这个冰狗的 这个有没有触犯州法 在加州 基本上大部分的赌场 都是跟都是建立在 印第安部落区里边 在印第安部落区里 他有这个特权 在加州 很多这个要种大麻 他们都必须要向地方政府拿到批文 再向州政府拿到批文 才能够合法经营大麻场 但是越来越多的印第安部落区 他自己可以建大麻场 而州政府无权关系 因为印第安部落区 他自己是一个独立的 这个一个可以说是管河区 所以里边有自己的警察 有自己的法院 有自己的行政长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但是德州 他说我们州里边是禁止赌博的 然后在这个冰狗 冰狗很多老人家喜欢玩的 他基本上他拆号码 这个部分的话是这个在家 在德州是违法的 然后在这个 但是在有两个印第安部落区 他们自己的话 就是用电子冰狗 就像这个拉斯维格斯的老斧机一样 以后你拉了一把 就是看号码对不对 冰狗就是中奖了 你就可以拿到 他就说你这个部落区 在我们德州 你就要遵守德州的法规 这个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裁决 他说我们建国的时候 我们立法应保护 印第安部落区原住民 他们的权利 他们有权利 以后自己执法 所以的话 无比是否决了 德州限制 印第安部落区赌博的 这种行为 所以的话 对部落区的居民赢了 另外在这个昨天 也有一个判决出来了 这一名叫做这个C-Fly Kevin C-Fly跟他的儿子 1月6号的时候 拿着一个邦连国旗 冲进了国会山庄 他们父子两一起被指控 说这个防止 这个司法 这个立法的程序 当然这个国旗 为什么会引起各界的 这个争议性最大呢 在1860年跟1861年 有11个州 因为不满 这个联邦政府 所推出来的 这个废除奴隶这个制度 所以11个州 包括阿拉巴马在内 德州这些州的话 他们南部的是一个州 他要退出联邦 这个系统 成为一个邦连 Confederal 所以的话 这个后来在1861年 林肯总统就是认为 他们这种的话 是邦连制度 他这个起代表的 就是白人优先 并且维护 这个奴隶制度 所以的话 这个变成了一个 代表性的一个标志 分裂美国国家 所以后来的话 发生了 引发了美国的 Sever War 内战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邦连 这个 那现在的话 很多部门 联邦政府的 他们在游行示威里边 就飞起这个邦连的机制 父子俩 扛这个大旗 以后的话 冲进了国会 那在这个 经过一天的审讯 法官裁定 这父子俩 都有罪 那一个 联邦刑事案件 或者是地方刑事案件 他可以采用 两种审讯的方式 一个叫做Bench Trial 一个叫Juli Trial Bench Trial的话 是让法官的决定 一个人决定 另外的话 就是让12名陪审员 来裁定 辩护律师 往往会采用Jury 这方面 陪审员的 为什么 在12个陪审员里边 只要律师 能够成功 说服一名人士 认为他无罪的 那基本上 11名人士 认为他有罪 但是只要一名人士 认为他无罪 这种变成留审 就没办法定罪 但是法官 一个人审讯 这种Bench Trial的话 在很少采用 因为法官是懂得法律的 所以你要去Trial里边 让法官的判断的话 对很多被告来说 是不利的 有的时候 我们往往 在要求法官的审理的话 就是在法律争议的部分 因为陪审团可能对 在法律理解不深 不是在事实这方面有问题 而是说他的争议 这个就是这个法官 在法律方面可能会比 一般的陪审员更好 因为如果是法律的解释 对被告有利 那宁愿我们选择到 法官来审讯 在这个案件里面 夫妻两选择了法官审讯 一天 所以很快 如果去陪审团的话 你要选陪审员 也要花上三四天的时间 以后进行诚实交叉盘路 这些的话 大概也要花上一两个礼拜 所以的话 一个去陪审团的案件 大概要花上两个礼拜 到三个礼拜 而是像法 像这个法官的审讯 往往一天就可以完成 省去了去陪审团的这个程序了 当然这个判决的话 是跌破眼睛 因为这个之前 这个同一个法官 在这个 这个法官的话 在另外一个叫做 Matthew Martin这个案件 这个法官 也是在这个法官审讯的程序里面的话 判罚的一名在Arizona州 做这个政府的这个contractor 这个帮政府做事的一个人 跑到这个国会山庄里面去 他的辩护池就是说 我到那边去参观 参加游行 后来的话是警察 让我进了国会山庄里面去 我没有冲 以后的话 我就随着人流进去的 以后这个案件里面 法官认为 有可能 是这个警察 让他进来了 他没有受到任何 这个没有跟警察 发生任何冲突 情况之下出去的 所以这个案件 他判Martin这个扰乱政府立法程序 罪名不成立 无罪 那当然这个父子两的话 拿着帮人的起冲进去 为什么会被定罪呢 同一个法官 因为最关键的话 就是这个证人 Eugent Goodman得了 这个因为他引了大批的人士 从议长办公室往楼上走 这个黑人警察 以后得到了拜登总统的 一个英雄奖 他出庭作证 他说在这个国会暴动的时候 他看到 他记得清楚这个负质量 因为他拿的是帮联区 冲着他 并且的话 在爸爸以后 试图用这个旗杆来捅他三下 所以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是用暴力的行为 冲进国会 他是第一波 冲进国会山庄的人士 因为这个原因 法官的话裁定 他搖乱立法程序 以后Trespassing的话 这个侵占了 非法进入国会的政府大楼 这四项罪名全部成立 他儿子也是一样 所以的话他在三个月左右 他会做对他这个父子 Kevin Seafire进行裁决 罗汉基昨天开始了一个审讯的官司 这个贿赂也是贿赂案子 有分成三大案件 这个第一个案子拉开了序幕 这位前罗汉基市议员 Jose Huza 他代表的Downtown的一个district 在市中心里面有很多开发案 在他任市议员的时候 他被指控贿赂 受贿罪 受贿罪 这个corruption腐败罪 这多项罪名 检察官是联邦的检察官 对这位腐败的官员提出了起诉 现在的话有三部曲 第一部是这个一个韩国的 这开发商要在洛汉基当趟 建20层楼的公寓 以后这位叫David Lee的案子 昨天正式开审 再过10月到10月份 深圳来自深圳的新世界房地产公司 他的总裁王伟 还有这个公司 会进行第二个审讯 就是这家公司 还有这个总裁 可能涉及到贿赂行为 要进行审讯 以后到年底的时候 这位市议员 会进行最后的审讯 所以一波 接着一波来进行起诉 在第一波起诉里面的话 就看得出 这位呼杂的市议员 他是怎么样的腐败的 那根据这个指控书 现在已经出庭作证了 检察官呈现了 这一个是这个酒瓶 酒瓶里面的话 有这个十万块钱的现金 他这个他的助理 这个这个市议员的助理的话 是给了这个市议员的 在警察里面的培训的话 他画了这个图 他说David Lee这个开发商 他要将Olympic跟Hill Street 这个房 这个这块地 要建二十层楼的apartment 公寓里面 得到了这个Planning 都市规划委员会的批准 要批准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的话 一般可以就可以开工了 但是这个工会 这个建筑工会提出了上诉 不满 一旦只有人上诉 都市委员会的话 这个裁决就要交给市议会 所以David Lee 他已经拿到了 他不希望有人在上诉 更不希望的话 有人来捣乱 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找了Justin Kim Justin Kim 以前的话 他是在都市委员会里面做委员 并且跟市政府关系蛮好的 所以他请他做了顾问 Justin Kim 他找到了这个George Espinosa 他跟George是朋友 他说我们 我有一个客人 他现在的话 是要想办法 不想让工会插手这个事情 否则的话 工会一插手 要到市议会里面去的话 那有可能整个项目 都出现问题了 George说 没问题 我可以帮 因为我老板 也这个市议员 本身就是工会出身的 他跟工会的人很熟 他一开 他说 那两个人谈 要多少钱 以后他Justin说 他们两个私下聊了 他说 没问题 可以搞定 所以Justin 回来给David Lee说 50万 我们可以将工会的问题解决 这样的案子 不会送市议会 以后 并且的话 我会找到关系 以后 他说 好 你就帮我去做吧 后来不断的来拿钱了 所以的话 这个Justin 从David Lee里边 拿到了50万 但是的话 Justin 他自己 说是50万 但是他给了 这个George Espinosa 是40万 And George Espinosa 并没有全部 给这个 他的老板 他自己 私下 也吞了些钱 而 他们 自己里边 两个 也吞了大头 后来的话 给到 这个市议员的 拿到这个钱的 这部分 这个市议员 对他的助手 迟迟没有将钱 交出来 也很不爽 所以的话 因为最后 他交了 用这个酒盒 创了10万块钱 给了 这个市议员 HUSA 收到这钱之后 当然的话 现在 东商四发 Justin Kim 承认了 他被指控 偷到10万块钱 因为 这10万块钱 不应该是给他 就是他自己 私下拦下来了 George Espinosa 他也是一样 贿赂 还有偷到 这罪名 这两个人 都承认了 有Justin说 David Lee 他知道 这个市议员 要的钱 所以我跟他讲了 所以他给我钱 有George Espinosa 他也在指控 也是变成污点证人 执政他的老板 他说 我是拿了钱 但是最后的钱的话 就是要跟 这个市议员 这个沟通的 当然 辩护律师 他现在提供的话 David Lee 他是个震荡 震荡的生意人 他要做开发 这个项目 他已经批了下来 他有问题 他担心有这个问题 以后的话 但是的话 这个问题说 可能这个案子 要送市议会里面去 以后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以后这个工会的 已经开始提出了 上诉 以后是Justin 跟市议员 受贿 但是他不想参与 以后他是拼请了 Justin Kim 作为顾问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以为顾问 他是采取合法的手段 来进行 我给钱给他 以后 所以我不知道 他在做违法事情 我认为 他是正当的手法 所以他的辩护律师 也传付了工会的 两个头头 他说 这两个工会 跟市议员 他是联合起来 来勒索行为 所以的话 因为我受到勒索 我才开始 找这个顾问 来帮忙解决 我是受害人 我的所有paper 已经是送进去了 但是的话 这些工会 利用跟市议会的 这些人 搞在一起 拿到钱 他就撤销了 我才是真正的受害人 所以他的辩护 会否成功 会不会被 陪审员接受 我们现在不知道 所以的话 这个案件的话 也显示出来 罗汉基 为什么需要 clean up 也是这样子 因为这些 这个HUSA 他是穷孩子出生的 他有了权力之后 他希望用权 能够换钱 这也是 为什么罗汉基市长 这个候选人里面 这个开发商 recrucial 他说 我自己从来 不欠别人的钱 我也不 我做市长 我也不收任何人的捐款 我自己就有钱 所以的话 我不希望罗汉基 这样腐败下去 所以为什么 选候选人的时候 要非常注意 因为这些市议员 一旦只涨了权之后 之后 他现在就是利用 自己的取权 做这些腐败的行为了 在这个礼拜 有两宗枪击案 两都是针对警察的 在礼拜一晚上的时候 这个CHP 罗汉基的纯罗队 以后将一个违规的 驾车人士拦了下来 拦下来之后 没想到 没有问多少时间 这位枪手 朝着这个警察 胸部开连裁几枪 后来逃走了 警察经过12个小时的追捕 终于将嫌犯抓了 抓了之后 他的弟弟马上的话 发表文章 他说 他这个枪手不是一个坏人 他在阿富汗战争 他是个军人 他是海军陆战队的 Marine Hall 他的小组里边 七名人员 以后 只有两名生存回来的 剩下他还有小队长 三天以前 小队长自杀了 以后 他知道这个小时 非常冲动 所以 他在 他因为回来之后 从阿富汗回来 以后受到竞争 见证的残忍的影响 他自此有犯病 但是去医院 去军人医院去就医 都得不到治疗 所以当他的 Sergeant 自杀的消失之后 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遇到警察 发生这样的悲剧 还好这个警察 没有被开枪打死 但是的话 现在尽管 这个嫌疑犯 他曾经是军人 也替美国国家 这个贡献了 做出贡献 尽管的话 他的小队里边 他现在是 唯一生存的人士 但是的话 这个 他还是面临 一级谋杀罪 有可能会面临 无期徒刑 或者是死刑 因为死者 因为现在还没有死 所以的话 如果是死的话 他可能会面临 一级谋杀的特殊情况 警察死了之后 他可以判处死刑的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就是回到我们 华人密集的地区 Almonte 两名警察 被开枪打死了 昨天Almonte 警察局公布了 他说在1月4号 这个Michael Padres 他End of the Watch 以后他的站岗结束 同样的 另外一名 这个706号的警察 Joseph Santana 也是这个站岗 任务完成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也是令人关心的 其实Almonte 这个在最新的人口统治数字出来 现在人口的话 是十万六千多人 在十万六千人之中 其中四万三是Asian 在亚太一 四分之三的 三分之四 占百分之三十以上了 在这个大部分是华人 Almonte 苏师住在罗汉基地区的人都知道 罗汉基地区分成两个 一个是西区 Siamonte Park Alhampton Gabriel Rosemite 这些属于西区 还有一个是东区 就是Diamond Park Worna City Industry La Pointe 现在慢慢的延伸到 Redland Fontana Rancho Cocomanga 这些属于东区的 在这个东区跟西区中间 就是Almonte Bowen Park Vescovina Covina 这些城市 在过去以前很少 这个在三十年以前 华人还不多 只占这些重 在Almonte 只有12%左右是华人 不过来说 近最近华人越来越多了 在这个市议会 在这个罗汉基 在Almonte市政府大楼面前 这个就是一个自由女神 就代表Almonte的象征 在三十年以前 我还就做记者的时候 Almonte的一个医生 叫王景聪 他花两万块钱 买了这个自由女神的雕像 捐给了当地的市政府 这个市政府的话 就变成这个Almonte的地标了 所以话在美国 这个纽约市 有一个大巨型的 这个自由女神 而在这个Almonte 也有一个自由女神 并且是个华人捐赠的 王景聪医生 后来的话担任了北美卫视的董事长 以后 所以他也是非常热心的人士 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时候我也负责Almonte的市政府 在新闻方面的采访 对Almonte市政府 可以说是相当熟识 在Garvey跟Rosemead交界的时候 那是30年以前 我报道这个市政府 一进去的时候 有一个大的标牌 他说 Welcome to Almonte 欢迎来到Almonte 但是的话 你要watch your back 因为我们警察 没办法保护你的安全 那时候我觉得奇怪了 你既然欢迎我来 但是你要警告我 警察没办法保护你的安全 因为后来我进行报道了才知道 原来警察工会 跟市政府在进行谈判 他们要加身 但是市政府不给 所以工会的话 他们买了这个标博 以后大的招牌 来给市政府施压 以后导致的话 后来市政府的话 不断的给他们这些警察加薪 在我自己在律师事务所 25年以前的办公室 头三年也是在Almonte Telstar里边那条路 这个设立公司 当时的话 我后来搬离了Almonte 也是因为一方面治安很差 在我办公室隔壁 有一个International Club 那种夜总会 那夜店里边的话 发生一种枪击案 六个人被开枪打死 那是亚裔帮派 里边收保护费 发生了冲突 同时Almonte市政府规定 以后这些 这个纳税很重 所以在很多市政府 他你在这边做生意 你要交这个执照税 可以 Almonte的执照税里边的话 他不单只要交执照税 还有年收入 你公司的毛收入 不是利润 毛收入3% 是要交给市政府的 所以很多人到Longo里边去买车 价钱很好 但是出来的时候 居然市政府会在每一架车里边 要求交2%的市政府的税 所以因为市政府管理很不善 我还记得有一名叫Vallis的 的市议员 以后他自己的话 这个因为作为市议员 基本上他薪水不高 有个几百块钱的车马费 没想到这个市议员的话 后来报道的话 他自己没有地方住 以后是住在市议会里边 在市议会的办公室里边过夜 你想想看一个做市议员的话 连自己的这个地方都没有住 你怎么做市议员 你要管这个经费 你基本上没办法来管经费的 最近的话就是 一位市议员在罗杭基做检察长的 后来做市长 他要改革 他要将这个大麻引进El Monte 所以没想到Andrea 这一位市议员市长 因为提议要将大麻 这个引进El Monte 而引致民众的很大的不满 后来这个市长被选下来了 那当然这个我们华人 在Temple City Arcadia 很多人都知道 El Monte就在旁边 一个大麻进驻El Monte 那可能导致影响整个人的治安 整个区的治安 所以这个El Monte 所以他们因为没有办法来管理 El Monte人口十万人 但是警察跟资源警察局 就有一百一十二人 在一百一十二人里边 他们你可以看得出 他们的管理怎么样子烂 一般的市议会市政府 他们一半的预算 是给警察局跟消防队 这是公共安全的经费 占了五十左右 在El Monte城市 因为警察局本身的预算 就达到百分之五十五 而消防队 他们自己没办法养消防队 所以的话 也是导致的话 讲这个消防队是给County 所以County的话 是百分之十五的预算给的去 所以的话 这两个一加加起来 百分之七十的经费 已经是就交给了 这个就是用在公共安全里边去 以往很多市民觉得 现在这些警察 一百多个警察养不起 因为工会力量太大了 所以几度市民要求El Monte 以后将公共安全这部分 全部分包给县警察局 像Rosemee一样 像Rosemee 我现在办公室所居住的Rosemee 他们很聪明 警察局消防队 依此给County来 以后他这部分谈判 能够争取到 把所有的市政府预算 在公共安全的部分 消防队跟警察局里边 他的预算只占市政府的46% 这个很聪明的做法 因为你市政府养不起警察局 那找这个外包给县警察局 还更便宜 并且人数更多 特别的部队 有专案组 这个特级队 还有这些各种的话 他都全包了 而你El Monte自己来经营的话 人事处理问题 工会谈判问题 以后的话 所以工会的话 曾经很多El Monte的市民 很多都想办法 要外包给县警察局 但是这些市议员都不愿意 毕竟他们不会算数 所以这个悲剧发生的时候 这个根据罗涵记时报的报道 所以当时也是一样 这个有收到报案 所以在这个Motel里边发生了 这个用刀刺人的案件 所以警察收到报案电话之后 他赶过去 而赶过去敲门的时候 已经里边打出了枪 他们两个警察马上还击 以后还击过程之中的话 门打开来了 以后继续枪战 以后后来枪手被在停车场里面 可以这样打死的 同时这两名警察也中枪了 所以现在警察就觉得 应该是这个枪手 这个知道警察来了 敲门的时候 他就马上开枪 这种是埋伏式的攻击 而导致警察的死亡 在这两名群职的警察里边 Michael Padres的话 他在Amontes市警察局 认职了20年 而这个Joseph Santana 他做警察4年 其中前3年在San Bernardino做 这两名都是在Amontes城市里边 出生长大 后来的话Joseph在去年 申请回Amontes警察局 所以这两名人是 一个是老手 一个是新手 没想到的话不幸 寻职的 那当然 这个警察在这过程之中 有没有 有没有可以防备的 这些措施 有可能是训练不足 有了很多所警察 训练很重要 你要假定每个人都是 就是危险人物 并且的话 尽管有一个嫌犯 你不再看不到 但是的话 子弹可以穿过墙 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子弹可能会穿过门 有可能调度员 没有问清楚 报案的人里边有没有枪 所以的话 这个也是很重要 当然 这个枪法 枪击案 警察死了 那最后买单的 要补偿 死者家属的 还是Amontes的居民 所以的话 我觉得这个案件 可能Amontes的市民 要重新考虑一下子 我们市政府 是否自此要养这个警察 很多地方政府 要养自己的警察里边的话 因为这个警察局局长 是市议会所任命的 每个市议员市长 都手上都可以拿到 一个Batch 一个警徽 以后的话 可以指挥自己的警察 可以的话 你到县警察局里边的话 县警察局的话 就不可能不听你的指挥 所以有这个原因在里边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 更令人担心的是另外一个 这个枪手 台枪打死的 是前科累累的 根据罗涵基时报的报道 这个枪手的话 叫做 这个Justin Forrest 35岁 在35岁 在他22岁的时候 Justin 已经是被逮捕 服刑 以后 他是 Whitier 这个有一个叫 Quell Village 这个帮派里边的成员 从22岁 他就开始偷车 抢劫 不断的 进入了 这个22岁 他偷车 以后 后来的话 这个 在2009年 坐牢 到2012 11年 他又回到 这个监狱里边去 因为 偷到 入室偷到 这个 又坐了 10个月的牢 出来之后 他还是一样 这个 有不断的 有犯罪前科 在枪发前的 一个礼拜 在去年的时候 2020年 他被保释官 假释官的话 逮捕 因为 他有重罪在身 不应该持有武器 但是警察 烧查 他有武器 所以 这个案子里边 他本来可以面临 三年的牢刑 而 法官 这个检察官的话 只让他坐了 20天的牢 又出来了 那 在 案发前的 一个礼拜 他因为 有个家暴罪 然后 已经被 警察逮捕过 他本来 这个 propation 他有假释官 假释官 应该 也要将他逮捕 因为他违反了 假释条件 因为你在 假释棋里边 不能够持枪 不能够被 新的逮捕 他又被逮捕了 又有这个 新的 又有新的 家暴案件 就发生 所以当时 他已经是 警察可以逮捕他 假释官 可以逮捕他 但是 都没有做 所以 究竟是为什么呢 现在的话 他们也在调查 以及 前科累累 以后 已经是 又非法持有枪 又家暴案件 理论上来说 他就应该被逮捕 被起诉 不能够 要关到监狱里面 三年 因为 违反 假释条件 他可以 回到 法院里面去 法官 也会跟你说 我给你 做二十天的劳 就是因为的话 我给你这机会 如果你再犯罪的话 我会 罚你 三年的劳刑 而是 为什么 警察没有逮捕 假释官 没有逮捕 这个是 很大的疑问 有很多警察 都说 我们这个工作很危险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逮捕了之后 检察官不起诉 就像的话 他非法持有枪 本来可以面临 三年的劳刑 但是他做了 二十天就出来了 这也是过去两年 加州出现了 很多这种犯罪 除罪化 而导致的 后果 好的 谢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邓红说法 我们下集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